中文字幕志愿者 三百五十万支红酒 全台有近六成的量都在这 对高机可能需要三米半的旋转 这个东西只有一米半 所以它可以溶缩的角度比较大 远眺另一座仓库是保税仓 由海关人员直接注点 只要进口商品入仓 完成纳税手续 就能从这里出货 从各处细节都能看出张建泰 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握 瑞芳厂的电商专仓 一百二十台搬运机器人来回穿梭 一台能负载一顿重货物 人机紧密配合 利货效率超越美国电商亚马逊 而能创造如今 全台七座物流园区 设备座仓储 管理超过二十万坪的空间 都出自营建背景的张建泰之手 一九九年 加入父亲创立的三星营造 亲自管过十年的工地 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土木硕士后 回台看着家中瑞芳这块闲置土地 基于靠近基隆港的地利之变 他决定投入物流地产开发 因此再飞到美国 在史丹佛大学念了不动产开发 还有哈佛大学的建筑设计 奠定扎实学识背景外 更见识到国外的成功案例 很多东西的原理是一样的 可是当地的条件哪个东西要换土地价格 跟营建法规 台湾的地区有台风有地震 从这个原理再修正它 让它更有在当地竞争力的角度 无法全然复制别人的成功轨迹 张建泰一步步解锁 全新投入 也是看见台湾物流市场的庞大需求 近几年 越来越多零售业和电商出手投资物流 全年砸250亿自建物流系统 某某成立货运子公司 拼的都是效率 其实早在2014年 国泰人寿就投资300亿 买下瑞芳这片土地 再回租给张建泰 新建全台最大物流园区 张建泰野心很大 2024年再砸96亿 在桃园扬梅打造全亚洲 最大智慧仓储 这是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 有33台堆朵机 可以服务8万个站板 壮观的40米高货架 每台堆朵机都能处理 2200个站板 速度比堆高机快三倍 看着眼前如同自己孩子的仓储 张建泰眼里都是光 他做出了口碑 统一集团 库棚等大企业都成了客户 我们投了自动化 让客户不用投 对我们盖了仓库 让他不用花银件成本 不同于乘租下一整个仓库 在这里放多少东西付多少费用 效率和弹性成了他们最大优势 但其实建制过程曾招来满满的质疑 Everybody 这我自己也会晚上说 真的可以吗 你真的要这样盖吗 还说这个盖起来真的可用吗 所以我跟同事讲 我们没办法一次做到最好 事实上也没有永远是最好的 不坚持一步到位 秉持永不停止改变的信念 张建泰给自己精进的机会 也带领团队永续创新 人家都说我们台湾是科技岛 但是在物流这一块 就是比别人还要再落后一点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台湾因为它的岛的角度 它物流的严重性没有那么完整 但在国外就不会 对 可是现在因为整个社会的方式变了 甚至在谈ESG 在谈绿跟合法化 对不对 这些事情已经不能原来的方式 通事来运作了 所以它开始被要求的时候 谁来帮它建制这个基础设施 你们就出现了 我们也刚好在对的时代 有这样子的offering 所以我们自己内部做过很多的研究 这个产业的趋势 后续需要什么样的课题 我们要不要提早做准备 建构给大家来用 您做到现在 您觉得我们已经跟上世界的脚步吗 我觉得一部分是 那一部分超越 我们已经超越了 我们在台湾出发的公司 2300万人口的 这个market和ecosystem 算是完整的 那从这边 我们反而在练兵 怎么去把这个逻辑跟想法 复制在全世界上 可是在两个想法 以世界的角度 这是小的 所以我们可以花300亿 来淬炼这个逻辑跟方法是否对 假如真的不对 也是其中的一栋而已 所以不会像说 如果把这个逻辑放在大陆 你可能要投三四千亿 那这样赌的 我们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台湾当作一个孵化基地 这个逻辑对 我们是否可以复制马来西亚 复制泰国 复制新加坡 越南 日本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已经开始复制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你们其中的一个仓储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很大 而且有很多让人觉得很Amazing的地方 对 这个仓库 我们所谓的是电商专仓 那主要是服务电子购物的 甚至网红 那这边的内容跟其他传统仓库不一样 主要传统仓库很多是B2B 用扇板或是箱子 寄件的角度 这里是用一个piece 一件一件的角度 所以你在网络上购买的东西 就会从这个仓库出来 但这边的状况让我们 颠覆我们的想象是因为 大家往后看 这些全部都是机器人 他们在帮您减货 对 之前的模式是 你有个订单 对 人工就会去拿这个订单去减货 很大这边 如果是人工拿应该很累 对 所以每天平均他们有算过 一个人 减货电商的减货人员 一天走11公里 11公里 所以他要进去这个森林 去找出这些 每个人要的两件三件五件的东西 然后再回来 所以这个以现在的课题 比较难找到 复合的对的人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逻辑是 把货搬到人面前 让人来捡就好 所以这些机器人是在等 我们的员工把货捡进去 对 那他捡完他就走掉了 所以另外一个机器人 就会把另外一个货 拿到那个人面前 但是 警长你看哦 这边的这个仓库这么这么的大 所以代表他的货物也很多 机器人在捡货的时候 出错率高不高 不高 因为主要 它每个货件都是一个扣子 所以以机器的角度 每个都是一个代码而已 所以他不会混乱 所以你要第1,0100个货物 他就拿第1,0100个货物 他只是对号码 他不会觉得这边有1,000多个货品 那个东西在哪里 他就去拿出来给你 他的减货率的出错率 其实比人还要再低 对不对 对 所以像我们这边是 照理讲是99.999 除非突然电脑当机 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然照理讲不应该有错的 哦 是因为这样 那他除了这个出错率降低之外 他其实也帮你们在员工上面 省了很多麻烦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 这个员工他们是怎么样 跟机器人进行配合 是 没问题 Let's go 那机器人可以为他做什么呢 这个有多简单 这个系统怎么操作 今天的量 比如说有6,000单 今天要剪出来出去 那他会演算说 哪几单要先开始 一次剪会剪更多的货品 让它效率越来越好 假设说 我现在叶櫻桶订了五项东西 是 然后这些机器人 就会把这五项送过来 对 可是他更聪明会是 这个五项的 其中一个可能是口红 对 我只要顺便订口红 但要不然我们这两单 都同一时间出现 让他一次可以把这口红 拿两个就好了 了解 所以他这个里面 就有10个人订的口红 那我只要放到10个不同的箱子 我就可以再缩短 我整个出货的速度 对 所以他不用10个人 你每次再搬回来一次 再剪一格 再搬回来一次 再做一次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用电脑科技来协助我们 他这样子一天可以出到几单 平均差不多六七千单 到双十一的时候 就要两万单左右 没有机器人的时候 一天可以出几单 我觉得用 就变规模了 所以你的厂力 可能要比这个更大 那你可能要比这个多三倍 人海战术 但是错误率可能又多了好几% 这个主要的好处会是说 现在就刚刚讲的缺工 或者让人可以甚至更快的学习 怎么在这里工作 所以相信这个逻辑 差不多15分钟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上手